很難想像說 今天怎麼會是執政黨在做抗爭 如果是三十幾年前 那種老國代的時期要做這種事情 人家可以理解 今天我是無法理解 請教賴清德總統 柯建明的花言 是代表你的想法 因為這決定我們未來四年 大家朝野怎麼相處 你真的希望未來四年 台灣就這樣吵吵鬧鬧鬧 二月一號到現在 民進黨從來不跟我們討論 每天只有謾罵 然後如果現在怪我們沒有討論 我覺得很奇怪 昨天綠營這種暴力杯葛議事 他不讓通過國會改革法案 那另外怎麼看 柯建明今天早上叫你出來面對 還說民眾黨不分居是要來當榜 因為他覺得說藍白兩黨是在聯合賣台 他叫你出來面對 對於昨天的事情 我來做一個說明 其實昨天我知道 在立法院的那些吵架 現在又上了CNN嘛 今天如果發生在三十幾年前 還有那個萬年老國代 萬年老立委的時代 大家還可以理解 他民主化已經三十年了 怎麼會在立法院發生這種事情 本來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他們也去排隊 排了兩天兩夜 也希望說能夠拿到一個優先的敵案權 你們民進黨怎麼會用這種暴力插隊的方式來處理 而且擺明就是要嘛就冗長花園 那甚至不然就使用暴力 我覺得這樣啦 當家不鬧事你知道 很難想像說今天怎麼會是執政黨在做抗爭 如果是三十幾年前 那種老國代的時期要做這種事情 人家可以理解 今天我是無法理解 這第一點 那今天我們要談一個很嚴肅的題目 你知道嗎 我在這個地方直接請教 賴清德總統 你即將上任 請問柯建明的花言 是代表你的想法嗎 因為這決定我們未來四年 大家朝野怎麼相處 台灣民眾黨是可以商量的 你看看喔 從二月一號到現在 民進黨有來找過我們商量任何法案嗎 那只有謾罵啦 不然就是議會意識冗長花園 不然就像昨天乾脆直接 訴諸這種肢體的衝突嘛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成熟的民主國家應該有的現象 所以在這個地方直接問賴清德 柯建明的花言真的是代表你內心的想法嗎 你真的希望未來四年 台灣就這樣吵吵鬧鬧嗎 這個是你們要去思考的 所以國會都可以商量啦 議案大家可以商量 總是我相信這樣啦 好的議案喔 大家都會通過 有正義的議案 也許大家商量一下 我認為啦 每一個政黨都是直接面對民意 沒有人敢去推出一個民意不喜歡的法案 所以這個我想 絕大多 我還是相信絕大多數法案 經過商量是會有一個 大家都可以妥協的版本 二月一號到現在 民進黨從來不跟我們討論 每天只有慢罵 然後現在怪我們說沒有投給他 我覺得很奇怪 會覺得他們綠營現在這樣 反而是給賴清德520一個提前的難堪嗎 我剛才就問了第一句話嘛 一個很嚴肅的題目 真的柯建明的作法是代表賴清德內心的想法嘛 我是無法理解 人家說當家不鬧事嘛 執政黨怎麼會用抗爭的手法在立法院 我覺得我是蠻驚訝的 總幹事 會不會擔心說會影響到明天的優勢 不動可能會發生其他衝突的機會 基本上喔 我知道這樣啦 我對台灣的民主還是有信心 台灣民主話30年 其實不要刻意去挑起什麼爭端喔 大家就是表達自己的意見 絕大落實的這種集會遊行都會和平落幕 這個我反而不擔心 我對台灣的民主還是有信心 你怎麼看大家覺得說 昨天是不是第二次的318運動 那你覺得說昨天這個學生聚集 跟之前的318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次好像感覺是有一些政治動員 跟之前的主持人帶來不太一樣 我跟你講喔 其實還是那一句話啦 沒有人會去提出那個不符合民意的法案 甚至整個政黨都一樣 大家都要爭取選票嘛 所以我是這樣 其實這樣啦 如果是純粹為了政黨運作 然後再搞衝突 也許可以動員一小部分的民眾 但是很難變成一個大規模的運動 這我非常清楚嘛 你沒有人民的共鳴 這種事情是做不起來的 主席那因為傳出明天的一個遊行 一開始在黃國昌說 宣布要這個活動的時候 您是不知情的 是真的是一開始是不知道的 不是啊 他們一定有擬案嘛 先擬案上來我們再共同討論 我知道這一段時間喔 一開始是挑撥我跟黃珊珊嘛 再來是挑撥我跟黃國昌嘛 這個我們每個禮拜一禮拜 其實有任何活動我們都是有商量過的 所以我想目前這種挑撥離間的作法 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 推向插隊 推向插隊 投水那麼多 你打人喔 投水那麼多 你打人喔 你打人喔 不要動手喔 不要動手喔 要噴頭水嗎 你打人喔 你幹嘛噴頭水啊 你打人啦 你知道你現在不是打人嗎 誰打人 你用手你用手不打人嗎 誰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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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大家不要動手喔 決鬥殘儀什麼隊 現在都不行喔 誰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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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军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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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携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不含重金属 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